我們的警察沒有寫下我們要做抗疫 作為警察 我們要守護香港是我們的基本責任 香港有甚麼問題我們都要負責 就算不寫下 總之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要為香港出一份力 本身我加入警隊都有一份使命感 縱使我發揮的力量很微小 我都希望可以在我警務工作 或者用我警察的身份 為這次的疫症做多一點 兩三天的時間 已經有很大量的現役同事 以及一些退休的義工已經積極參與 我們通常接近約400個 在三天內有400個 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要將資源分配 即有些要抗佈 第一個考量就是一個自願者的心態 如果做抗疫專隊的話 一定要無條件付出 因為每位同事我們都問了他 你做自願者 你的工作 你正職的工作你要做 但同時間你需要做一些檢疫中心的工作 你願不願意做 第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回答我 我願意 有時尋找一條件事 你是想看 你對甚麼要走 有時會有令我批消 有時再次 discover 就看到我們穿著保護衣走過 又或者派物資給他們 他們覺得我跟他們的距離比較近 他們就很晦氣 或者很不滿意地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不知道誰感染誰 就是怪責我們 或者怪責他們身邊不同的形容 其實是他們的不理解 當時我的反應就是 首先調節自己 跟他解釋時 等他舒緩他的心情 我們也是抱著一個同理心 我們切身處地 反過來站在他的角度看的時候 我們是理解的 只要做好我們的本分 市民是會感受到或明白 只要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也密密去做 又或者不求匯報地 去完成他應有的責任 又或者工作的時候 香港是會有新景象 如果大家一起齊心的時候 所有事都是充滿希望的 那是在那邊 或者是嗎 我們會看到 沒有新年輕人 但是在這兒 非常高興 也會看到 那是 有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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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